988新闻线 晚上七点半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今天是7月24号按照原本的计划 如果没有病毒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是正在看着那个东京奥运的开幕 大家在就是入场之类的 结果呢因为一场疫情 这个东京奥运会现在是推迟一年 是其实新闻组呢 其实一直有在关注这些 不管是在体谈也好 一般的时事也好 我们都是一直有跟进的 所以这一个proposal呢 其实一早就已经写好了 但是就真的是不幸遇到这样子的疫情 真的是在我们很早 在二三月就已经出了 然后呢现在这个2020东京奥运会 会是推迟到明年的7月23号开幕 也会叫2020东京奥运 因为没办法了 这是推迟的事嘛 OK那今天呢 其实星期五也是非常特别啦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五都会跟你汇报邮价 而这个星期的油价是不一样的 上个星期就是保持不变嘛 这个星期都下降 看到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星期里面呢 若只有五汽油的价格 零售价会下调四三 那去到一令吉六十八仙 若九七下调四仙 去到一令吉九十八仙 至于柴油呢 就是下降五仙 去到一令吉八十七仙 警方突击检查 如果你填写假资料的话呢 就会罚款三百令吉 嗯 混了口水一下 警方取缔带隔离手环外出的人 罚款是一千令吉 看到墨哈山就说啊 巫统可以修改开除的决定 接纳墨油丁 社交媒体上传影片 不用申请准证啦 内阁呢 也会修改这个 已经过时的法律 安啦安啦 大家放心啊 可以继续拍视频 放上网 我们现在做live 也不是犯法的 先起舆论之后呢 通讯及东媒体 部长赛富丁 今天是再一次的澄清 所有社交媒体 包括了TikTok抖音啊 或者是YouTube的用户 在上传 或者是制作影片的时候 是不用申请制作 执造 或是拍摄准证的 网民也不用担心 国家电影发展局 finance 会因为民众 没有准证而对付 那赛富丁就有强调 政府不会利用这条法令 来限制社交媒体 用户的自由 这也是在今天的 内阁当中的会议 正式通过了 而且会根据当前的情况 来修改1981年 国家电影发展局 法令第244条文 内阁也一决 国门政府是会维护 媒体自由和个人 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自由的 他就说就像是他在 6月20号所宣布的那样 通讯部呢 已经开始修改 法令的工作 以便可以符合 当前的一个情况 而通讯部是欢迎各界人士 针对修改国家电影 发展局法令 提供任何的建议 包括说通讯部旗下的 其他法令啊 你如果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也是可以提出的 以便这些法令 都可以与时并进 因为这1981年法令 当时真的是internet 也不是所有人有 这个也不是人手一击的时候 对 那昨天这个赛夫丁的谈话呢 其实是把许多的影片 制作方弄得一头雾水的 看到大马艺术级 媒体研究会长 马哈蒂博士呢 他就认为 由个人公司 或是制作人操作的 社交媒体 不适合要求他们 在开始拍摄之前 获得电影制作准证 还有拍摄许可信 就是昨天有提到的 这个SPP 他就说呢 这是因为申请SPP的目的 是要给那些 持有FINAS 制作准证的公司 还有作品的一方去遵守 这些公司还有作品 只是在电视 或是电影院上映 所以呢 FINAS根本没有权去干涉 社交媒体 上载影片的事情的 马哈蒂博士就认为 这个措施 如果扩展到社交平台 只会对我国的数码领域 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他们是认为 你根本是不应该 把这个原本只套用 在电视或电影方面的 这个法令呢 来套用在社交媒体上面 那接着呢 FINAS的首席执行员 阿莫伊汉也出来灭火 他曾经是没有接到 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比如说YouTube Instagram和抖音 要申请SPP准证的 这个指示 他说身为一个负责提升 影视业发展和数码内容的团体呢 他们是更倾向于鼓励 创造更多有创意的作品 而不是要去限制人们的创意 所以他说有关新闻报道是不正确的 是新闻报道不正确 希望大家也不要恐慌 因为如果电影发展局要推行这个条件呢 这个条例的话 早就这样子做了 所以媒体朋友通常也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你看啊 部长讲了这番话 媒体报道 变成是有关新闻不正确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新闻 还是这个课题 因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呢 昨天也是有针对这场风波 就是这个FINAS的风波有回应 说到啊 自从国盟政府执政之后 对媒体展开的这个攻击 还有骚扰是令人感到不安的 他认为所有人 就是制片 在制片之前呢 需要申请拍摄准证 这一个举措 是想要惩罚 跟政府观点不一致的视频制作人 他也补充说 自从国盟政府执政之后 对媒体 例如半岛电视台 展开的这个攻击 还有骚扰 这些都是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的 这是他的看法 另一方面前首相纳吉昨天晚上 也把这个炮火制对准了行动党 抨击他们利用制作影片 需要申请许可证的这件事情 来对国盟政府做不实的指控 也澄清 国盟是没有像火箭所说的那样 要所有社交媒体用户去申请 这个许可证 所以呢 他就讲 这个是子虚无有的 OK 这一个东西就是暂时到今天 昨天晚上我们在新闻线的时候 也是有跟大家跟进 因为部长讲这些都是需要去检讨的 然后今天就希望整个课题算是告一段落 毕竟他们已经在去检讨 要去修改 但我们就要看他们什么时候 真正的去做这件事情了 还要继续的监督下去 那接着我们来换一个焦点了 这个是关于交通部 因为陆路交通局JPJ就说 针对落实强制汽车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新措施呢 现在就等待交通部开亮绿灯 就可以进行执法了 JPJ总监沙哈鲁丁说 强制汽车儿童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或者是叫做儿童约束系统CRS 就已经正式纳入了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原定呢 今年的6月份就会落实 但是交通部最终因为这一次冠病的疫情 所以决定推迟了 他有说到目前为止 JPJ只是做提倡的行动 就是宣导的行动 向那些没有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道路使用者 提出建议 就说你应该要去安装 没有真正职法 OK 那我们来转个焦点去看到政坛这方面 巫统疏理主席穆哈默哈山今天就说 首相的监土团党主席穆尤丁 如果有意思要回归巫统的话 那么巫统可以更改他们当年开除穆尤丁的决定 并重新接纳穆尤丁回到巫统 根据西纳哈利安的报道 穆哈默哈山认为 穆尤丁重新加入巫统肯定会为双方带来正面的影响 尤其是在下届大选的议席分配这个课题上面 那另外一方面 穆花默哈山个人认为 巫统对于穆尤丁投以信任 并点名他为这个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首相人选 其实没有什么不对的 因为马来西亚人民对于穆尤丁的表现感到满意 也接受他的程度是接受的非常高的 那巫统最高理事会其实是在2016年6月24号的时候 然后开除时任的副首相穆尤丁 因为穆尤丁当时抨击时任首相纳吉 涉及了一马公司丑闻 而就在党纪律之下犯了一个大罪 所以就是直接开除他了 那在沙巴政坛方面 昨天我们有跟大家说 那边传出可能会变天的消息 今天沙巴首席部长沙菲毅就强调 他还是首长 也依然获得州内阁的成员 以及执政阵营州议员的支持 那沙菲毅他是针对推翻州政权的风声 感到是不屑的 就是说这只是对方的伎俩 而且是老掉牙的故事 一直重复的拿出来题 然后他就说 这些就是那些那些对方 那些执政在他们执政开始 就不断去造谣 像是说什么 签一个人两个人 或者是 其实我们已经超过四个人五个人的多数优势了 那他就告诉大家 听听就好 不要当真 早阵子不设一直很流行 一句话就是认真你就输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部 今天现在部呢 这一个焦点是放在第二段 是稍微来会告诉你的 就是有关警方呢 会突击检查 如果发现你堂食 然后你填写假资料的话 会罚300块 你认为呢 如果你觉得很好啊 警惕大家认真的填资料 那就选择LINE 如果你觉得应该要先劝导 不要一昧的就去罚款 那就选择无傲的选项 就是看你的那个想法是怎么样 你可以去到我们988官方脸书那边投选 OK下段回来就会跟你跟进 关于这一个所谓这样的一个新的措施 就是现在会去突击检查 不要以为你填不填 他们不知道 另外当然是还会跟你讲今天的疫情 包括说有很多人违反行管令 是直接会被罚1000令吉的 晚上7点43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最新的疫情数据 有卫生总监诺西山说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20亿宗冠病病例 包括有5宗是境外输入 16宗是本土感染病例 这16宗当中有13个人是大马人 3个人不是大马人 现在累计的病例是去到了8861宗 161宗是活跃病例 今天也是有三个人康复出院的 这个痊愈率也慢慢再跌下来到96.79%了 另外我国今天是新增了三个感染群 分别就是ELSA感染群 RAMNAN受调查病例感染群 还有就是ALCOBAR受调查病例感染群 诺西山他就说 我国疫情现在看起来就是出现反弹的迹象 在过去23天就新增了15个感染群 这是截至昨天的数据 这很大因素就是大家在松懈了 所以你看一下是不是 现在你出去外面躺食 就算因为那些政府已经规定说 如果你进去Mall的话 你在Mall那边 你tag了之后 进去其他的地方 其实他们就是会放在那边 你可能自己scan就好了 scan QR Code 对那是不是很多人 已经开始没有在scan了 甚至就是不塞墨 你只是去吃东西 他放在那边 让你主动去scan 或者去填写资料 你都没有去做了呢 其实这原本就一直在推动 大家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政府一直提醒这SOP的 却好像有很多人不听指令 结果真的要行动了 取缔了 社交媒体最近就流传 这警方会到餐厅做突击检查 一旦发现有人使用假的身份 或者是假的电话号码来登记 就会直接被开出300令吉的罚单 全国警察总长阿多哈密 是向新洲日报证实了这个内容 就说警方设立了一个监察队伍 会到14突击检查堂食的顾客 一个一个就去检查记录部上面的资料 要确保这些资料 不会出现有欺诈的成分 那根据了解 国内一些民众就到14去堂食的时候 相信是不想要泄露个人的资料 所以故意在这个登记部上面 就写假的名字 假的手机号码 之前部长也跟大家讲 不要写什么Batman Superman 所以大家听话好吗 认真的听进去 现在因为认真的劝告 大家不听 所以就只好采取行动 所以政府苦口拨心 劝告大家这么久了 甚至寄出了罚款 还是有人没有办法 去好好遵守新管令 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麦沙比里说 昨天还是有227个人 因为违反了行管令而被逮捕 他们全部都是涉及多人聚集 而且是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 这就是现在我们一个这样的情况了 那在前阵子不是爆出 有一名医保大妈 他违反了居家隔离令 就带着隔离手环 在外面躺食这个事件 结果后来就发现 后续越来越多类似的案件被揭发了 其中看到击打 古邦巴素 那边有一个扁淡犯的业者 他就是违反了居家隔离令 在接受这个隔离期间 还到自己的店那边去看顾店门 后来就有人举报他 所以警方上门直接罚款1000令吉了 他说这个业者是这个月13号 从印度回国之后 自行14天居家隔离 第一次对冠病检测 结果是呈阴性 那下一个星期会进行第二次的检测 就要等一等一段时间 才知道他有没有确诊了 因为之前那个医保大妈 他也是第二次检测才确诊的 对所以大家就也帮忙看一看 有没有这样的违反法令的人 不过现在都要强制隔离 但也有一些人可能早前就回来了 之前的吗 对 那因为我们也要讲到 这个在皮立州也是有一名51岁的男子 他就违反居家隔离令 去餐馆用餐 结果警方也是开出了1000令吉的罚单 根据警方的说法 这名男子是从新加坡回国 然后他原本是要在18号到8月1号期间 进行居家隔离 可是他昨天的时候就带着粉红色的隔离 手环出外用餐 所以现在警方也是希望民众们 是积极来举报这些违反法令的人 让他们去采取行动 再说回刚才我们最初讲的那一个 带着隔离手环堂食的医保大妈 他和他的儿子后来不是确诊 患上了新冠肺炎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直接是连累了这一家餐厅 就是他去那边吃东西的餐厅 这家餐厅是完成了消毒工作 然后休息两天之后 今天重新营业 只不过呢 他们老板讲啊 早上的生意比平时下跌了五成 那经过他就这个老板有讲到说 经过这一个这个妇女 带这个隔离手环去吃东西的事件之后 因为大家在疯传 有顾客就开始很怕不敢去那边光顾 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啦 这相当的正面 他相信说事件在慢慢发展下去之后 就是会恢复的那一个生意 是其实呃在之前 政府已经有宣布今天开始 我们就直接恢复这个入境强制隔离措施吗 因为那些不听话的人 对就带着手环到处走啊 必须要回到强制隔离措施 那举凡入境的人都必须要直接去隔离中心 隔离14天 费用也要自己承担嘛 可是有关往返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工作的人哦 一开始他们原本是可以豁免这个强制令的 可是这个豁免不到24小时就悠转 结果呢大批的月低族 他们昨天就呃 赶在这个措施开始之前 已经纷纷的月低回国 人数是非常多的 有的人甚至需要耗费超过24小时 等了一天啊 才可以完成检测工作 检测而已 是这个是来自中国报的一个观察 有不少昨晚滞留在新山检测中心的人呢 他们直接累的就躺在地上睡觉了 包括了小孩子 因为根据了解大批这些月低族 他们早天早上哦 就从新加坡的关卡 步行到新山的关卡 要入境我国 然后关卡那边原本就已经大排长龙了 可是这只不过是第一关 因为现在疫情的情况 他们要去第二关就是检测 没想到检测又耗了更多时间 对 你看我们988的这个视频版的 现在新闻线呢 就是有在播放他们现在 这么多人在排队的那个情况 还大包小包的行李 对对对 影响非常的大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回来 在自我国的情况 伊斯麦沙比里有说到 昨天一共有1244名马来西亚人 通过KLIA还有KLIA2回国 其中有一个人就确诊至感染新冠肺炎 被送到医院去治疗的 其他人呢就是在家隔离 因为昨天还没有开始长治隔离 是 另外政府也已经宣布8月1号开始呢 就会在公共交通和拥挤的公共场所 实施强制戴口罩措施 对于这件事情 社区安全联盟主席李林泰就说 政府需要明确的定义 什么叫做拥挤的公共场所 包括了 这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出门 在外的时候要戴口罩呢 还是我们在公园运动的时候 周围没有其他人 是不是可以暂时不必戴口罩呢 因为毕竟戴口罩运动还蛮辛苦的 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他就强调人民是要明确的知道 到底政府是怎么样定义 所谓拥挤的公共场合 来避免执法人员可能采取 不必要的惩罚性措施 那配合强制戴口罩这个措施 其实我国的口罩零售价格的顶价 会在8月15号开始下降去到一块 就是一令吉二十仙 不过本地一家的口罩制造商公司呢 他们就呼吁政府 可以直接把顶价下调到八十三 因为呢他说这个口罩的生产成本呢 比起在三月份的时候 其实已经低的非常多了 他认为既然是要强制的话 其实一令吉二十仙还是太高了 所以建议直接去到八十仙这样子的 但我觉得这个要时间 因为你之前可能成本高的还没卖完 需要时间先逐步卖掉 希望政府可以去考量这个部分了 是好来新冠肺炎 其实真是打击了我们的经济跟就业市场 多个领域呢虽然是开放 但是也是处在一种很缓慢的恢复的情况 国内的行业也慢慢在恢复当中 根据Jobstreet的调查就显示 其实旅游业酒店和餐饮业 是受到疫情打击最重的领域 这三个领域呢 有大约60%的员工是被裁退了 其中被裁退的酒店员工是高达66%的 不过调查也有发现 这些领域正在逐步的恢复 五月到六月的招聘广告 是增加了22.8% 这就可以看得出好像有好转的迹象 对Jobstreet大马区域的经理 严慕欣他就说到 预计接下来六个月里面呢 即使饱受疫情冲击的领域 也会慢慢的开始恢复招聘的人员 所以呢看起来 这个情况还是在往好的方向走的 好现象 也是要靠大家继续努力下去 才可以保持这个好现象 好今天问的是警方会突击检查 发现糖石填假资料 就会罚300令吉 你认为呢 今天的成绩呢 高达93%的人认为说是够了 就是觉得 就是觉得是很好的 是警惕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填 那7%的人就是认为说 我们应该先劝导的不要一味的在罚款 所以大家还是觉得应该要祭出重罚 重罚 好 Kelvin就说 伊大马人的个性不到罚钱地步 根本不行 OK看到Danyu一天 他就问说 如果只填姓不填名字 要被罚吗 这个也是我也很好奇的事情 政府没有讲说 是不是要填full name 对 real name 就是不是要full这样子了 不知道 Danyu就说 罚款还不够 因为300多有些人 可能只是3块钱而已 看到Mirinda Tan 她是应该是店家 她说她的咖啡店 就检查了两次 今天而已 她觉得是好事 就看那些顾客 敢不给我量体温 敢不保持社交距离吗 可能店家其实也是很难做 因为他们一起要求 如果执法人员不执法 你就是一直在一昧的 又要求他 又严厉又不敢严厉 这样子难做 好 总之 大家再去到外面堂食 还是去任何公共场所的时候 都要很注意 就是这些SOP 虽然店家可能他忘了 那你自己也要自觉的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很多店家不是忘了 他就是放在那边 就可能觉得已经是大家习惯了 你就是自己进去的时候 我是scan一下 我看到有的人没有scan 他就直接填 都可以 反正就是没有做了记录 根据自己的方式 对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祝你周末愉快乐 我们下星期一再见了 你